国民党上 总统大选将近 四一大学学杂费补助 成为国民两党间的重点话题 其中不少学生也可能因此受惠 因为我本身有办那个就学贷款 然后再来是我是有原住民的身份 所以我会有补助 但是如果有这个政策的话 就其实我好像也不用缴太多的学费 就是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先前行政院便寄出相关政策 而今日侯友宜所提出的 十一项教育主张 也同样包含私校补助 当初国民党跟民众党都是批评我们是大撒币 可是后来他们都跟进我们的政策 那也代表我们的政策的方向 跟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都是正确的 比较国民两党间所提出的补助政策 除了政策发行及预计实施的时间区别外 两者仅相差一学年补助金额1.5万元 政策方向大同小异 在看候选人政策的时候会分几个 第一个就是可行性 那第二个就是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你只是单纯的撒币 就是像民进党喊了所以国民党也要喊 还是说他的确是背后有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 国民两党都期望透过政策来拉近公司校间的学杂费差距 但仍有部分学生持有反对意见 我觉得不公平啊 国立大学当中其实有部分的同学 他可能本身是具有新函 或者说可能是中低收入背景 如果说只是因为说 私立大学当外院的学位比国民大学高出不少 而忽略这群族群他们本身的权益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反而就是 其实是变得有点像是多数暴力的感觉 目前两党提出的补助政策虽利益良善 但政策如何保障公司立大学学生权益 仍有待讨论 记者蔡凯恒 吴文琪 丁颖轩 综合采访报导